这次的这个 决议的通过呢 比较令我们关注的是呢 有八名共和党人倒戈 对这两对这上决议是投了一个赞成票 这其实呢 也反映出了一个在美国国内 特别是在他的这样一个政坛上 对于呢 对于动物呢 还是存在了一个极大的分歧的 理论上讲 共和党人支持共和党的总统 那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以来 特朗普的一些举动呢 确实是相对呢 是突破了一些底线 也造成了不仅包括反对党 包括内部人士的一些意见 由此可能会引发 对于呢 美国的相对去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的 这样一个限制措施的通过呢 应该说也表明了美国的 一个国会的一个态度 就是除非国会正式宣战 或者明确批准 那么总统你是不能动用美国军事力量 对伊朗采用一个军事行动的 当然我们要看到 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程序啊 这样一个这个措施 对特朗普到底有没有限制作用 是不是能阻止他对于动武呢 目前来讲呢 我觉得还是个未知数 因为首先特朗普呢 在这个事情之前就表示要 针对这个决议来动用自己的否决权 那么这样的一个决议 如果总统否决了的话 按照美国的这个程序的话 那么他的参众两院 分别都需要最少三分之二的赞成票 来驳回这个总统的否决 可我们知道呢 共和党现在呢是参议院的多数席位 所以他们一般来讲 不会对自己本党的总统的决定投反对票 所以呢估计这样的一个 呃驳回的可能性呢 并不是很大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样的一个呃 决议的通过呢 包括有内部人士的反水呢 都展现出 当时特朗普在没有告知国会的前提下 出动无人机 杀死了伊朗的高级指挥官苏联曼尼 让中东的局势骤然升级 同时可能对美国的安全造成影响 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里的一个隐患 那么未来如果再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加剧的话 那么显然就会对美国自身的安全造成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年一月底的时候 美国的国会的这个众议院通过议案 呃包括这个禁止对伊朗进行相应的战争的 在一个法律的相应的一个原因 就是要把特朗普的这种任意的行为 把它限制住 让他的权利受到相应国会的约束 同时呢 把跟伊朗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